是否何時上樓書和收拾部署 都會快的 我們示範單位都差不多接近完成的階段 接下來兩周 我們分別會盡快上樓書 公佈我們的職刑 開抗示範單位 以至開架 應該在未來兩星期都會發生 我補充一下 陳丹也說 這個項目應該可以在6月開啟 其實我們下半年還有眾多的樓盤會推售 包括Yohowest二期 我們太子道233 這是豪宅的合作項目 還有啟德地王項目 天曬天 以及在年底之前 我們會開售大型的住宅項目 西沙一期 絕對是 新款停不了 越來越有樓賣 其實我們剛才推售的Yohowest 我們差不多呼稱 Find Infinity的理想 其實近日豪宅的成交 都是非常活躍的 我們出售之中的帝景園 現在已經售出超過41伙 我們討論多少 約23億 我接近23億 所以現在的樓市 大家都知道 政府剛剛公佈 其實4月份的樓價指數 是繼續錄得升幅的 與此同時 其實租務市場 亦都非常活躍 我相信 隨著下半年 為了中港經濟繼續復甦 特別是國內 我們知道 經濟都在轉好之中 以及我們減息的機會 亦都會增加的 我相信 下半年的樓市 可以說是 價穩量升 是活力十足的 好 麻煩你 梁先生 可不可以說一下 龍柏山今天開錶 有沒有什麼情緒 轉頭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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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龍柏山 我們今天開錶 反應非常理想 夜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開 因為不少買家都趕著入錶 我們夜一點 會有一個結果公佈 價錢跟兩年前相差了多少 應該是 我們不可以用價錢比較 因為這一期 一期和二期 大家細心比較都知道 其實 這個景觀 坐向 有很大的分別 正如我們較早前 我們賣U-HO-UP 都是一樣 我們除了考慮市況之外 其實也會比較 對上一期 兩期的期數 坐向和景觀 各項條件的分別來增加 晚一點 你們都知道 我們的成交價 都算是非常理想的 請問 Lofu賣了2800元 有沒有套現金 套現金 我們應該超過 一百七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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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